疫苗之王康熙诺还是跌下了神坛 作为AH两地上市的疫苗企业 康熙诺并未在风口之上完成锐变 如果从最高位797.2元每股算起不到4年时间 其股价跌幅超过了92% 市值缩水超过了1800亿 年限的五年英式市场给予康熙诺的大分 曾经的疫苗之王是如何从资本空抢到无人问津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发生了什么 让这家企业成为了资本的弃儿 答案或许就藏在康熙诺的财报里 2月23日晚康熙诺发布了2023年的业绩快报 快报显示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.57亿元 同比下降65.49% 金利润亏损14.47亿元 同比亏损增加59.14% 扣非金利润亏损15.63亿元 亏损幅度均比去年有所扩大 据悉这是康熙诺上市六年以来第五次出现亏损 连年的亏损导致市场开始用脚投票 替代新冠疫苗的产品并未开始大规模的盈利 且营销的费用的支出仍在增长 从而导致了康熙诺在资本市场的表现越来越差 但大幅的下跌已经释放了业绩亏损带来的影响 至于康熙诺的拐点何时到来 恐怕还要看未来业绩的表现 二月初康熙诺发布公告称 公司持有上药康熙诺49.8%的股权 且在上药康熙诺七位董事中仅占了三个席位 不再控制半数以上股权或半数以上董事会席位 因此新冠疫苗公司上药康熙诺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变为仓股公司这就意味着连续亏损两年的上药康熙诺 不再成为康熙诺的负担 但连年的业绩亏损早已经伤透了投资者的心 面对滴滴不休的股价公司却鲜有做出稳定股价的措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 康熙诺的员工持股平台的解禁之后 不顾康熙诺股价低迷 还比减持491万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.98% 但最终受制于减持新规的制约 最终提前终止的减值 作为创新药企业 康熙诺目前收入并不稳定 大量的研发费用依旧侵蚀着康熙诺的现金流 而核实盈利依旧未可持 这些都是市场担忧的问题 对于康熙诺而言 其作为一家公众公司 研发以及产品固然十分重要 但资本市场的表现同样重要 让投资者获得应有的回报 是公众公司的职责之一 因此呢 凯价才却认为 康熙诺的管理层应该意识到 市场并非只是融资的工具 更重要的还是展示公司成果的重要平台 公司管理层应该肩负起 责任尽快让公司走出亏损的泥潭 以恢复投资者信心